喜新美姐對於T台來講 就像美鳳姐對於民視來講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存在 所以這是沒有什麼好取不取代的 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尺度超寬的 拜託我都這個年紀了 還有什麼不能聊的 對啊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 就是他們怎麼幹 不是 就是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啦 不過我覺得這也是給我自己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最不好的改變就是一層不變 所以我給自己一點突破 然後在演藝圈有多一層的動力這樣 我剛剛都說叫我解了就先死 哈哈哈哈 欸 真的不行啊 你知道我現在單身 你知道如果被叫解一半的感覺就不對了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還是直呼我的民愧 對 就是晚聽晚聽這樣 我會覺得比較清楚 其實我覺得跟這些真心女子會的小姐姐們 一起錄影真的學習到很多 因為他們真的年輕一代有年輕一代的思維 你知道我們這個年代就會比較愛吃個小 會什麼都啊 沒關係啦 不用啦 但是他們就是有什麼就說什麼 然後很敢於表達 我覺得這也是這個世代蠻好的一點 新美姐對於T台來講 就像美鳳姐對於民視來講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存在 所以這是沒有什麼好取不取代的 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她有她的地位在 我們就不便再多說什麼 對啊 就是我們互相祝福對方 那我們在媒體上面已經有很多的互動了 而且我覺得新美姐人非常好 她還特地在她的平台留言給我加油打氣 然後我都有收到 那我也有私下透過跟她熟識的藝人 跟她打聲招呼就是說 真的很謝謝她幫我加油 而且我們節目類型其實是完全不同的 是有區隔 我們是以戀愛跟時事為主 所以我覺得 是魚幫水 水幫魚的概念 壓力是一定有的 對 不過我覺得 我真的很真心很謝謝B2哥 然後還有我們的製作團隊 他們很用心去 每一個橋段跟內容 還有這些小姐姐們 其實也在我們節目中 增添了不少的話題 我尺度超寬的 拜託我都 這個年紀了還有什麼不能聊的 對啊 所以就是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 啊